新闻最后 美国国会官员说 一封寄给参议员的信件 被测出含有能致命的臂麻毒素 华盛顿地区 一个处理美国国会收信的系统 查出了这封信 收信人是来自密西西比州的 共和党参议员罗杰·维克尔 有关官员说 有三次分别进行的臂麻毒素测试中 这封信上的物质均呈阳性反应 维克尔在一个简短的声明中 感谢执法部门在保障议员 及其工作人员的安全上 做出了努力严谨的工作 2004年臂麻毒素 曾经在美国参议院的收发室出现 当局不得不暂时 关闭了两座参议院政府大楼